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ck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伙收服了一只猪妖 并且一起拯救世界的奇幻冒险电影 故事发生在一个人际罕至的森林 这里有一家四口人 由于母亲和父亲离回 母亲只能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外姑奶的房子 不过他们的外姑奶奶并没有去世 她只是精神有问题而被关在了精神病院 三个孩子里面老大是个女儿 老二和老三是一对双胞胎 这天老二在阁楼上意外发现了一个书房 并且在里面找到了一本精灵探索指南的书 书本上明确的写着千万不要打开 但老二根本没有把这个警告当回事 而是直接就打开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他外姑奶的父亲写的 他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 书中记载了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种族精灵族 而且书中明确的说明了这本书打开就会带来灾难 果然没多久老三就被一群看不见的怪物给刷走了 此时一只小精灵突然出现 他自称是博士的仆人 他给了老二一个圆圈 透过圆圈就可以看到那些平常看不到的精灵 这些精灵是一群邪恶的缠除怪 老二担心老三的安危就尾随而去 并且偷偷的看到了精灵族的恶魔 同时他还在这里救出了一个猪妖 猪妖是一个善良的精灵 而且非常的勇敢 他的口水可以让老三的眼睛获得看到精灵的能力 但猪妖很贪吃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鸟类 只要看到鸟 他就情不自禁的一口吃下去 这边恶魔发现老三的身上没有书 就想吃了老三 幸好老三机灵撒了一个谎逃了出来 然后两个兄弟就一起逃回到了家里 此时恶魔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就派出自己的缠除大军进攻他们的房子 但房子的周围似乎有一个屏障 阻挡了他们的脚步 不过自己的家门口被妖怪围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老二提出可以烧掉这本书 这样的话恶魔就会死了心 就会放过他们 但他们发现这本书根本就不能烧毁 此时博士的仆人精灵告诉他们 可以去找他们的外姑奶 于是三个人顺着房子下面的地道来到了镇上 在这里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外姑奶 原来外姑奶并不是神经病 当年他的父亲也就是博士 发现了精灵一族 并且写下了精灵探索指南 但却被精灵族的恶魔发现了 恶魔想要得到这本书 从而统治精灵族 于是他派出自己的手下抓到了外姑奶 博士为了救女儿就被缠除怪给抓了 危机时刻空气精灵突然出现救走了博士 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把精灵探索指南封印了 如今老二再次打开了这本书 才导致恶魔的再次出现 外姑奶告诉他们 其实恶魔并不是不能打败的 但必须要找到他的父亲 可问题是博士已经失踪了八十年 他还活着吗 外姑奶告诉他们博士还活着 但只有博士的宠物施救知道他在哪里 于是老二利用从书本中学到的咒语召唤出了施救 并且乘坐施救找到了空气精灵的领地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博士确实并没有死 空气精灵利用自己的魔法把他的生命停了下来 但博士并没有打败恶魔的办法 而且更要命的是 恶魔已经找到了破解屏障的办法 一旦恶魔打破屏障就会得到这本书 同时还会消灭人类统治全世界 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去打败恶魔了 事不宜迟三个人再次乘坐 是就回到了房子 老二根据书中的记载知道精灵害怕盐和西红柿 于是他们把房子里面撒满了盐 同时还制作了很多的西红柿炸弹 终于到了晚上 恶魔带着自己的军队冲进了房子 却正好中了老二设计的西红柿炸弹 很快恶魔的手下就被西红柿给融化了 但恶魔并没有死 他把老二逼上了房顶 老二集中生智 把书扔给了在一旁打酱牛的猪腰 恶魔急于得到书就变成了一只乌鸦 而猪腰最喜欢吃的就是鸟泪 就这样不可一世的恶魔被猪腰一口吃掉了 危机终于解决了 一家人也接回了外姑奶奶 外姑奶奶由于父亲的失踪 而被当成了神经病80年 但他不在乎 他最在乎的还是他的父亲 最后父亲在空气精灵的保护下出现了 他想弥补自己对女儿的亏欠 但却不可能了 因为他一旦离开空气精灵就会死去 可血浓与水的亲情是永远不能被隔断的 最终外姑奶奶也跟着父亲和空气精灵一起离开 至此电影结束 本片电影确实属于儿童电影 而且故事比较老套 也没有大场面的绚丽特效 而是主打感情 尤其是最后恶魔的下场 无疑不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你身边的猪 因为猪可以拯救世界 而老弟我就是那只猪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猪的 一只可以吃掉恶魔的猪 我们下期再见